第三回合 最後一回合 請指定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收縮腹肌 骨盆向後 我改好了 B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你來這節目播放了 我改好了 有這幾個字出現過嗎 但是既然不能改嘛 對不對 那我總要為我的選項 找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樣你還有解釋 有啊 就是反邏輯啊 今天節目一直出現呢 反邏輯啊 像我呢 像我在我開始變胖 變懶的時候 我就會很習慣收縮腹肌 跟骨盆向後挺直 為什麼呢 因為相對我沒有平常 那麼有信心 我更要挺出我的樣子 所以這就是代表此時 我是在一個比較內向緊繃的狀態 我更要做出一個姿態 我會保持我的姿態上的好看 所以這是我剛開始第一時間 選內向的原因 來 請借腳 連續 我跟委員握了手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答對 這個 巧蕙姐 你收一點回來 巧蕙姐等一下你借我握一下 收一點回來 好 那我們呢 是把這個腹肌收縮 骨盆向後傾斜 這樣一個動作呢 其實事實上是比較 順從的一個傾向 所以這樣的人 通常是比較內向型的人 反觀如果是外向型的人 他的這個骨盆呢 是會向前傾斜 並且呢 讓他的下背部呢 呈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弓形 而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相當你是一個比較open mind 然後比較外向的一個性格 命運獎金數改了 最少兩千 最多兩萬 有歸零 請選擇 命運之牛 你要好好感受喔 要不然歸零就可惜囉 壓力好大 五號 恭喜 沒有歸零好像 還有46秒 加油 來 請 注定 美國心理學教授研究表示 若是慣性長期說謊的人 容易引發哪一種疾病 A 高血壓 B 糖尿病 我的答案是A A 準定 為什麼是高血壓 因為呢 你長期說謊 你就要長期原謊 那你是不是你的人生 就常常要處在一個 不能隨行講話的狀態 一個高壓狀態 不能隨行講話 那你的 心血管等等的啊 就容易是常常緊張緊繃的 還要壯似看起來都OK 的樣子 請就講 非常有理的 對 說謊其實是一件 非常耗心神的事情 因為在說謊的時候 我們大腦必須要去控制 整個身體的反應 事實上呢 在你說謊的當下 大腦是誠實的 所以它必須要花很多的精力 讓你身體其他的部位 要顯現出一個說謊的樣子 壓抑出它們也會做出一些誠實的作為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壓力荷爾蒙的指數會提高 同時呢 身體的免疫系統會加降 然後發炎反應也會增加 所以因此呢 再造成糖尿病上面的風險 也會提高 王敏昇來了 所以要技術性放棄這一題了 不是吧 我們要氣急求生 拿錯完就是兩萬沒有 不好意思 兩萬五的獎品跟四萬五萬差很多 對 傻傻的 傻傻的 準備 請主題 從耳朵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格 請問有招風耳的人 他的思考個性會如何 A 溫暖又顧佳 B 愛唱反調 A 主題 其實最容易有招風耳是日本人 是嗎 然後日本人他們耳朵其實觀察 他們其實耳朵都很像招風耳 這我觀察的啦 我認為日本就是 第一個他們只要女生結了婚 我就要 就辭職工作 他幾乎都是先生一份薪水在養家 我是這樣覺得 你越講越興趣 我以為你要說 可是搞不好會 是因為你自己是招風耳 所以你就無難又顧家 他不算 耳朵看性格 請接腳 招風耳的人思考的個性 真的是招風耳 有招風耳的人 他事實上在生活當中 是比較有情調的 所以在一些節日當中 他也會想要過得 很有自己的創意 但是同時這樣的人 標心立意 所以他在做事的時候 就很容易愛唱反調 因此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有招風耳 可能會讓你覺得 跟他相處起來 稍微疲惠一些 好 達立圈轉移 林凡 打不過這一題 好 你要知道 一個按到兩萬 你變兩萬六千一耶 對 逆轉變成今天的大靈家 對 這個劇本我們發生過 在我們節目中發生過 請 助理 最後一題 五秒 B B 請 助理 現在好怕好合理 這件事情 但是已婚女性 也有很合理的說法 妳說 因為已婚女性 她可能就是比較顧家 她就會比較算家計 她就會只會給 剛剛好的小費 她不會給多 對不對 那單身男性多了一個 可能會很大方 是因為她要表現 給她的女性朋友 或是甚至表現給別的男性 如果她沒有人看 我是有身分有地位的 這也有可能 OK 來 請介紹 智鴻哥 這麼合理 所以這就是反邏輯 真的 那應該可以說反邏輯 這就是一個大數據統計 其實每個人他們在給小費的文化上面 來看18到37歲的人 給小費給得比較小氣一點 那除了年齡越來越大 小費也會給得比較大方 通常超過了55歲以上 比較長者型的人 他們會比較願意給小費 那比起來女生 也會比男生更樂意再給小費 而且已婚者也比單身者 更願意給小費 最後反撲的那把火被交集了 最大的贏家 蘇巧慧王敏生 兩萬五千兩百元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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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了他們兩位什麼禮物 好 那送的禮物呢 是拜身電競OC750人體工學儀 搭載了跑車烤漆的五星合金角座 耐重安全 濃厚的賽車風格 高彈性鏡頭往復表面 提供了絕佳透氣子彈性 還有皮革強化的高扣 為脊椎提供最好的支撐喔 送妳來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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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你的智慧掌握機會 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命運 別忘了 週六週五晚上九點鐘 主人數令 全民性攻略 再見 拜拜 全民心動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